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刚介绍了分镜脚本 请问一下 那脚本大概已经有了以后呢 我们是不是接下来就要决定说 我们要有哪些的 例如说素材 素材 好 那画面继续借我使用了 那接下来的画面 接下来的画面 我先暂时采取另外一种方式 我先采取另外一种方式 因为你们有三台电脑 对不对 所以其中一台电脑 留给你操作 好 然后另外两台电脑呢 我希望你把它 把我的画面开到最大化 你可以了解我现在讲的内容 因为你们要照着做了 要开始来做一些事咯 接下来要请同学跟着一起操作 好 就是说你要先学我的操作 首先 首先咯 我们可能 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呢 我们要有素材 那我们手机可以制作影片 可以制作图片 好同学请仔细听咯 所以 我们不可能 让你拍到那个中国科大的全景 中国科大的全景 其实网络上已经有了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透过 例如说 Chrome 来去找 怎么找呢 直接在搜寻 网址列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输入 中国科大 对不起 因为它有重新启动 我先把输入法 安装进去 好 然后在这个地方 直接输入 中国科大 然后接下来 请你仔细听咯 你影片制作 不能随便用到别人 就是 未经许可的图片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中国科大 然后点选图片 是不是就出现了 很多很多的图片 然后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工具 工具 工具里面有使用权限 使用权限 假如说今天我们 这个地方选择什么 标示允许再利用 且可修改 你看哦 当我们 现在还可以看到 很多的logo嘛 可是当我们现在点 选取为这种 允许再利用 且可修改 你看 所有那些logo都不见了 它的意思就是说 允许 动手去做 修改这件事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 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可是 可是还有一种 就是工具 这边有一个 不限使用权 很多同学都会 混淆这个概念 不限使用权的意思是 它根本都还没有 去设定说 它允不允许你 拿去做商业用途 或者是允不允许你 修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能要请各位知道 工具里面 那使用权限 这个不限使用权的意义 那在这个地方 如果是标示允许 再利用 结合修改 也是 也是一种 就是限制 权限的限制 所以这点请各位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这是全景 这也是全景 这也是全景 我们的手机很难去拍到 就除非你站在很高的地方去拍 你在选择照片的时候 这个网路上的素材 太多了 可是你在选的时候 请你仔细看 这个素材 1024x345 有看到吗 请尽可能的选 不要选这个300x200 这个解析度太低了 不然到时候 你的手机 例如说你是用那个 HTC HTC 或者是那个iPhone 你拍出来 那个整个画面 非常清楚 就只有正常 非常不清楚 这样会觉得 整个影片的品质 都被下降了 而且 请问一下 你看这个地方 是一个横的图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那种正方 长方形的图 所以尽可能请你选 这种横的图 而且解析度大一点 像这260x195 好不好 非常不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这边 这个就不错 好 所以我们就点它 滑鼠右键 另存 另存图档 然后请你们存图档的时候 因为里面到时候会有一堆的素材 所以最好 给予它适当的名称 例如说 这个素材叫做什么 这个素材就叫做 中科 全景 好 例如说第一章 然后存档 可以吗 我们现在暂时放在下载里面 我建议你们 我建议你们哦 就是 一定要把这个名字打上去 以免等一下你会忘记 好 至少请你先找一张 一张的全景图 全景图可以放在什么地方 整个影片一刚开始 跟整个影片结束的地方 全景 可以哦 好 这边稍微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自己去挑你喜欢的 中国科大全景图 好 画面还给你 请你现在进行图片的下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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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